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线上 这个雨昌鱼翅呢 我们请这个大佬继续开始 雨昌鱼翅是两码石 是两码石 没错 自从李毓如抛出两个问题 那现在律师还有发言人 现在他们回答了 因为这个Q&A 不是来自同一方 这QA来自这一方 A来自这一方 就永远没有答案 那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 就这件事情发展到目前 其实民进党或者是裁判 尤其是蔡英文本人 他其实有一个底线 他有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我能不讲就不讲 最好由我的发言人 由我的律师去讲 我被迫到不得已的话 我才讲 而且我讲的时候都很简短 就说我没有违法 我当时是好意 我家里的钱是来灭活 这是他们的基本原则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他自己不发言的话 他就去找那个 衍生出来的庞之末节 而不去回答问题的核心 所以譬如说像庄瑞雄 对刘以如有四问 就是针对那个错误的标签 他都不会给他衍生成四个 为什么要贴错 五问 还有为什么是三月 而不是四月 四月也一样错 因为只要在五月二十一 不是只要在五二一以前 都是错的 都不能避这个险都在里头 所以三月底 这个没有特别意义 还有是谁 背后那个人是谁 还有他的动机是什么 就是一共问了五个 一个小小的密 这个逻辑就是跟 他现在在问的逻辑是一样的 一个小小的密 不是 如果这个是问题的核心 他要在这里周边打的仗 打得越来越好 因为目的是何在 不能到核心去 不让你突围 进到我这里来 这个要严格保护 不能过进城堡 不能进城堡 因为你进来 比如说这是一个堡垒 那这里有很多枪口 那进来以后 超着枪口丢守六段 你就死了 所以你不能进到 可以丢守六段的距离 所以外面就是一个护城河 那发言人就像是一个护城河 到目前为止 他们这个做法是成功的 因为一般人相信 一般人不相信 民调没有损害 但是这个是很危险的 因为一直这样维持下去 大家会开始觉得 奇怪 如果两边 很有道理的话 你应该不会沉默这么久 而且你说你有回答 大家就认为你好像答非所问 好 那个我回应到沈大老 依照台湾现在媒体 跟这个政党恶斗的逻辑 蔡英文在回答一次完以后 不会有问题了吗 还会有 然后继续跟着你回答的问题 回答的内容跟答案 继续再抛出另外一波的问题 这是一个无止境 因为他的基本目的 他已经回应过一次这个方法 我跟你讲 如果是我处理 我怎么处理 我两点开析的时候 然后我讲到三点 过吧 三点大概过来 我从三点开放媒体问 问到五点六点七点八点 问到五月都没有关系 问到你们大家都闲 都不爱问啊 求劳 我说不行 继续再问 再问 我保证你刚才讲的 因为恶斗就会讲不清 不会 一次就解决了 对不对 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好来 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案子本身 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的问题 这个不应该是回答 这个就是答案 我们要想很多 你奈何我呢 这个不是回答 但是重点是说 这个案子跟这一次的选举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丢出来 很清楚吗 这个也不是回答 当然是选举操作 对 选举操作 对 我要回答了 就因为是选举操作 所以蔡英文再出来讲一百遍 就造成大佬说 回到我的第一个吧 回答一百个小时 也不会结束 因为站在敌对阵营的立场 它就是要造成你的名誉 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这个今天为什么 我现在回到一个最基本的论点说 为什么今天会有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而且跟他们的政党的倾向是一致 因为这件事情在这个选举当中 是不可能有一个答案 是大家都满意的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要追求真相的过程 而是一个要企图毁灭对方人格的过程 你讲到真相 对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 分两边信者横先 因为真相还没有出来 你难道有把握1月14号投票以前 真相会出来一点点吗 就不会有真相 因为讲出真相的一方 另外一方还是不会相信 所以我说不会有真相的过程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你讲的也没错 但是 许远我觉得你刚刚的说法 某种程度会误解了选举的本质 选举我觉得说选举本来就是要让一个候选人变成透明人啊 他要接受大家的检验 他一次讲不清楚 第二次第三次 当你一直批评说选举这是奥博 选举的时候爬粪都变成光明正大 因为在选举期间嘛 你如果是说是奥博 那就是你表示你不了解选举 不是你想要把焦点给模糊了 选举是踢正步哦 一步一步把摊开来看 所以如果你不愿意讲清楚的话 所以我就说你如果不讲清楚 让人家检验 是不是那个民主风度还在不在 如果你丢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的时候 你只是企图一直在制造一个印象说 这个人就是有问题 那个人就是这样子被你打死了 最后你才发现说啊那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今天我就要讲一句不客气的话 刘亦如主委自己提的第二个Q 很奇怪啊 他的point是这样子 他说 Timemate是蔡英文副院长签和 和美月96年2月9号的公文所提的新公司吗 他明明知道2月9号根本没有新公司嘛 因为那时候叫Timemate Group嘛 他为什么会提这种问题 刘亦如主委脑筋在想什么 我现在讲他竟然是一个国家机器的代表 他要提一个问题 他是要有真正的想要得到答案的 而不是真的要企图去操作 人格的谋杀跟政治的斗争 我回应你啦 这个哪里是专业的问题呢 不是不是你是把刘亦如的问题 故意肢解化 我没有肢解化 Timemate Group这个group从来没有出现过 从来没有group这个 有 你知道吗 从来没有 还有还有第二个 何大一 陈良 伯 翁启会 他们嘴巴上那个这个奖 而且在那个投资书里面 也把这个名称都列出来非常清楚 他说这个还没有登记 所以不算公司 这个我同意 当然还没有登记 但是为什么会提出来呢 因为这是第二封最机密信里头 第一次出现 他第一次出现 写的就叫Timemate Group 还有不要问 我现在拿给你看好不好 沈大佬 沈大佬我现在就马上公文拿给你看 不是 嘉金我请问你 你们都没有注意看 这个内容的文章哦 哦 现在当场来比对了 现在当场来比对了 对对对对 其实不管选举 我随时都有戴在身上的 因为大家都挺不坚强的 因为对于 很厚耶 自己没有回答任何问题 这才最重要 已经回答了 已经回答了 谢谢